你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爱情让你忐忑 爱情让你不安 没错 对啊 怎么了 成人的还挺快 小浪漫 你这狗粮撒起来还挺专业 什么鬼啊 不用麻烦你了 我又设计了一个虚拟呈现 这样会显得比较真实 你睡吧 今天晚上要熬夜 把我都保暗毯送过来 这种天气要什么毛毯 行了 小老板 你别着急了 我去前线给你打探打探 要什么毛毯 还非要小猪配齐那个 这温度计用完了就随手这么乱扔 ockey語 显勒门 你跑哪去了 你才回来 警惕千分之一的风险 才能拥有百分之百的安全 小老板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分之一的改革都要小心 不然会中枪 说什么了你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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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啊 是吧 只想念的文化 画的好像我想手 雖然我看不到 但是我还是能带你找到很美的地方 都说今天晚上有狮子做流星女 怎么还没出现啊 你别着急嘛 流星一般都会晚一点出现 我陪你等 流星 真的吗 流星在哪儿 她好看吗 还好了 就是有点儿小 我们等一颗大的 我要许悦 流星 流星 请你保佑青猪 保佑治好她的眼睛 让她早点看到这个世界 我的愿望是 希望我和美少女 我也在一起 千初 小念 是你吗 你不知道吧 环山公屋那边有一条野调小湖 有一次我跟同学无意间的过道 晚上的时候特别的好看 一面就好像星空一样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石小念的一名 知道有这么个人 订婚的时候好像见过 但不熟 为什么姐明明有石小念的漫画 却又要装作跟石小念不熟呢 漫画 姐 星空 有什么关系呢 石小念怎么会知道这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 小迪说给她听了吗 她们关系并不好 我 画了一本漫画手稿 里面记录了 我跟你一起从小长大的点点滴滴 我本来打算要给你的 你还记不记得 小时候我们贵了两张东西 你说只要有了那个 我们就算是结婚了 无训由 我好一些 能吃上你饿的饭 我可轻易不露手 你看这几个蛋打的 还都挺完整 三个够了 你还干吗呀 还吃蛋呢 二人啊 咱们这是二人份 多加蛋好吃啊 今天心情这么好 我多吃几个蛋子好了 蛋炒饭的主料是饭 不是蛋 你这是吸蛋配饭呀 这么吃太浪费了 够了 你做我做 你做 可是我吃啊 我可不想进医院 我做你就别这么多废话了 再说废话 晚上让你蛋壳配白开水冲击 这么大 我 谁啊 陆千初怎么突然打理他呀 不许接 万一他有什么事呢 他能有什么事 再说了有什么事 能比我们做蛋炒饭更重要 你就给我吧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事才怕有事啊 不行 原则问题 那我外放 咱们俩一起听 一起听 切身子 免提药 嗯 喂 喂 锦出 小蝶 别在这儿 我在家呀 怎么了 你还记得 我们以前去过那个小湖边吗 你确定是我们一起去过的吗 看来真的是你 我要见你 现在 喂 怎么了 怎么了 牧总 刚晓牧总的车载 GPS显示 他 他往那个地方去了 什么 牵出去了环山公路 对对对 你先去看看什么情况 小心点 别被别人发现 好 按照导航再往前走一些就到了 你连心不见处 你说 有人跟踪我 让他注意安全 是后面的马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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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冬奉能不能让我跟小年单独聊聊 这件事情很重要 拜托 你找我 有什么事 我知道是你 什么呀 你在漫画里画过这个地方 对吗 就开那辆车 准备 准备 天出 这里的游泰花好漂亮啊 你等等我 天出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拉住你的手 我不会放开的 我一定会尽力拉住你 我一定会尽力拉住你 你不需要 医生 杰出怎么样了 还没醒过来 都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有醒过来啊 医生 我儿子还要在这里躺多久啊 几位线别急啊 现在人醒过来以后 什么情况 还有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目前只能等沐先生 醒过来以后才能知道 杰出 他以前做过脑部手术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目前不知道 从影响上来看呢 问题不条件 不过 他以前做过脑部手术 一日而已 那 那他的记忆会不会 小念 你等等我 杰出 你放心 我一定会心里拉住你的手 我不会放开的 杰出 快跑啊 晚了就看不到落日了 有心有心 请你保佑杰出 早日治好他的眼睛 让他早点看到这个世界 不要害怕 我会一直等你的 等你睁开眼睛看到了 我们拉钩 这个是结婚照片 我在上面 画了我们两个的照片 这个是你的名字 这个是我的名字 已经过了一夜了 你一直在这里走来走去的 你至于吗 这么半年都没出来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他出不出事 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了 现在躺在里面的是他 要不是他把我甩开 现在躺在里面的人 就是我了 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想怎么办呢 以身相许吗 还是说了你有了继续 跟他在一起纠缠的力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 不讲道理 我还有更不讲道理 医生 怎么样了 他刚醒 我先去看报告 千初怎么样跟你没有关系 昨天晚上的意外 昨天晚上的意外 怎么回事 我们会调查清楚 该你负的责任 会由律师找你 我只是想知道 千初他现在人怎么样了 不用这么麻烦的 我的律师会主动来联系你 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释 走吧 没看出来吗 人家根本就不需要你 别在这儿自作多情了 晓妮 你在哪儿 晓妮 你醒了 晓妮 你醒了 晓妮在哪儿 晓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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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想起我了 你在胡说些什么 我当然记得你了 谁打得用 晓妮 晓妮 你看 看 到這裡 嗯 嗯 你现在很不得意识了 我告诉你 你不用同情我 我跟千初订婚的事实 谁都改变不了 我现在只想问清楚医生 千初到底怎么了 我其他的什么都不想知道 也不想改变什么 小迪 不是叫你不要来公司吗 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吗 莫总 我想来想去 你是怕我把你抛出去是吧 你放心 你手里也有我的不少把柄 莫总 我跟了您这么久 可从来没做过对不起您的事 我知道 千初到底有没有看到你 当时路上很黑 我又开了大灯 照你来说 他要是看到你的话 这些事情就麻烦了 这些事情就麻烦了 喂 我知道了 我现在过来 他醒了 你 慢着 你让我 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 最近不要再来公司了 爸 妈 我没事 你们先回去了 这里要小念照顾我就可以了 那怎么行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可以留一个外人在你身边 小念怎么会是外人的姐 你见过小念呢 你跟我出来一下 你跟我出来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弟弟为什么会出车祸呀 还有 他出车祸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 爸 公司是真的有事情 本来这件事情是坚出处理的 但是突然 老弟是怎么出的车祸 一定要彻底地查清楚了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坚出为什么会那样说话 你应该很清楚我在问什么 爸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是就算是我之前知道了 但是就算是我之前知道了这件事情 也不是我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百般阻挠他们两个在一起 你知道了以后 你有想尽一切办法 催他们赶紧 登记 结婚 那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是的 爸 你说得没错 我知道 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确实更希望他们两个 可以快速地稳定这段关系 但是爸 我这是为了谁 我难道不是为了牧师吗 如果这件事情被爆出来 不光是实敌会受到影响 签出也会受到影响 签出手术之后 费了多大的心思 才受到公司上下的认可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而丢失人心 别人可以做到不担心 但我做不到 没同事 小雪啊 爸爸安排你弟弟 执掌牧师集团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我没什么意见 毕竟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不管我做得再多 都是为了签出做铺垫 只要他回来 这一切都还是他的 可是爸 有得必有失 如果签出想要继续 作为牧师负责人的位置 他就要懂得付出和牺牲 跟时迪结婚是他必须要走的 跟时迪结婚是他必须要走的 付出 牺牲 是 没错 小雪 你对牧师集团 这么多年的付出和牺牲 那是有目共睹的 没有人不服你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 那是你一直坚持要做的 本来我和你妈妈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爸 你可别忘了 当年给我定下 十年约定的人是你 我守住了城堡 可你呢 我只认为你 那么多词 我跟掩置你 就是了 怎么解重 海 nurse 团队 就这么多犯 gak 不行 為什麼到現在了 您都不願意相信我呢 掌管一家公司沒那麼容易 我不怕辛苦 那你會分心的 我不會分心的爸 你會談戀愛的 將來還會結婚生子 過你自己的小日子 那才是你的未來呀 十年 十年之內不准談戀愛 你能做到嗎 十年之內 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公司的工作上 你能答應我嗎 十年之內 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好 我答應 小雪 你不用這麼快答應 爸 我們說定了 我不會反悔的 怎麼了 時間也不早了 我就先走了 後面還有個會 我爸爸也回來了 最近 我們不要見得太頻繁了 你也知道我走到現在 有多麼不容易 小雪 以後來這兒 別穿高跟鞋了 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怎麼放鬆就怎麼擺 去忙吧 也太累了 空了的時候 我都會在這裡的 現在不是當家庭嗎 是我 看看你弟 雖然說是突出矛盾吧 但是他主導的這幾個投資項目 那是個個盈利都非常可觀 你再看看你的 千秋難難回來一趟 趕緊收拾收拾 一會兒叫你爸吃飯 爸爸你還想吃什麼啊 媽給你做啊 爸爸 爸爸 千秋回來了 嚐嚐 謝謝你 他是誰 才是誰 出來 在這裡 來 爹爹 來了 这件事情都是由我造成的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让秦初康复起来 既然秦初希望你能留下来 那就算是 我们一家人麻烦你了 至于你们俩的关系 我跟秦初没有别的关系 这样最好啊 要知道 秦初跟你妹妹已经订婚了 这是事实啊 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 爸 我也不希望有什么改变 叔叔阿姨 我只希望秦初快点康复起来 小迪你跟我出来一下 粉笔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 我现在已经不想知道了 你这个儿媳妇 不管我们是不是认错了 现在也只能认下去了 叔叔 我 我不需要你解释 一定要稀释宁人 一定要好好照顾秦初 这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了 我也知道你会介意你姐姐 暂时跟秦初在一起 但是没有办法啊 你现在只能认了 我知道了 希望我这一次不会看错 我 你真的 什么都不记得了 后来的事情 后来什么事啊 就是 就是你手术之后 到现在 你后来跟 那些都不重要 只要你还陪在我身边 就最好了 我 可是我现在 我现在 你现在怎么了 小念 虽然我现在还没搞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不管是什么事 我都会解决好的 你就安心地陪在我身边 以后 没有人能欺负得了你 我 我不是说这个 咱们先别说这些了 医生说你要好好休息 你需要静养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我只好回家收拾点东西 也照顾前厨吧 现在 我照顾我为婚夫 还要替你安排啊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念 我需要你 现在比看不见的时候 更需要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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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已经和我住在一起了 看来你也没打算让她知道 放开 我给你包扎一下 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 从这里搬出去 公公 你别闹了 我是应该直接告诉他 我们俩的关系 可是医生说他现在很不稳定 大家都不敢刺激他 我和你的关系会刺激到他是吗 那么我告诉你 施晓涅 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会刺激到我 既然你这么在意他 我和他之间你选一个 公公 你别这样 我再说一遍 我和他 你选谁 我选 我选他 公公 放手 公公 我现在只能选他 不是因为我的感情问题 而是因为他是我家人 从小到大都是家人 他现在出事了 还是因为我出了事 我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公公 他和师弟弟或那天起 我和他的感情就已经过去了 是之后的日子都是你陪着我 保护我 我想跟你在一起 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和他没有机会 也并不是想要刺激他 我想跟你在一起 是因为我喜欢你 现在依然喜欢 以后也会喜欢 但是 但是这和 我不能告诉他我们俩的关系 和去医院照顾他 这是两码事 你 你能听明白吗 听明白什么 听明白我喜欢你 再说 你 你怎么这么幼稚啊 我都说过了 我说 我 喜欢 你 不是这句 是上一句 上你这句是哪一句啊 你说你要去医院照顾牧前出 我是说过这句 绝对不可能 我 不可能 在这儿 你怎么办 让我说 我把这句话 我把这句话都会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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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啊 我还以为是米生过来给我送报表的 怎么了 想通了 想通了就好 那这件事情我就当时翻篇了 可以既往不就 请坐 不是 不是 那个 我想说 我们那个 你还想说什么 我想说 丸子那天去这烧烤店 特别好吃 给了俩优惠券 快过期了 龚总 你愿不愿意 商店尝一尝 优惠的 很好吃 怎么样 可以吗 我说了 不可能 你能不能稍微理性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 人家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 我 你让我 我怎么能那么狠心呢 道理上也说不过去啊 我 我 我知道 你是不是内心 对我们俩的情感 缺少安全感啊 我很有安全感 好 那你还担心什么 算了 这件事情不用再提了 我 来 我 看到了